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织者还要求女孩们拍下视频并即行直播 遇到一些长相特别漂亮的女孩 组织者还会让会员在线下去对女孩即行侵犯 仅仅两年时间 女孩们的视频飘满了整个韩国 平台注册会员更是高达惊人的26万人 相当于每100位韩国男性里 就有一名曾参与进了该次事件 成为了侵害女孩们的帮凶 该起事件已经公布 瞬间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就连总统文在寅也出面解决此事 也为牵扯实在太大 2018年的韩国在悄无声息中滋生了一个特殊群体 一名叫嘎嘎的男子 在Telegram开了一个聊天群 这个群里发布的都是他平日里偷拍的一些女性照片 随后人越来越多 他又开了两群 三群一直到第八群 而这也就是之后N号房的由来 为什么他会选择Telegram这个平台呢 原因是因为他的私密性非常高 在这里面聊天结束后就会自动删除 并且所有聊天都要经过多层加密 即便是Telegram官方也无法破解 所以这款软件一度成为了全球犯罪分子首选工具 当嘎嘎见到第八个群时 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偷偷拍摄了 转而利用自己信息技术 开始主动找一些受害女孩 在手机盛行的年代 不少人喜欢拍摄一些尺度大的照片存在手机 或者说直接存在网盘 而嘎嘎则是利用一些病毒 让对方手机被迫中毒 等到拿到这些照片之后 他立马发信息给这些女孩 并以将照片发给家人及朋友为友 要求女孩拍摄一些尺度稍大的视频 大多数女孩们在看到这种条件后都会对作 因为嘎嘎选择的群体特别谨慎 他找的都是还在上学的女孩们 在韩国 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 一旦有这种照片传出去 那肯定是会被学校开除的 并且一旦这些照片被亲朋好友看到 那女孩这一生可就毁了 所以说女孩们便按照嘎嘎的要求 开始拍摄一些稍微破格的跳舞视频 刚开始他们并不认为这有多危险 可他们却不知道 这种要求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在第一次拍摄之后 随即嘎嘎又会要求继续拍摄 刚开始可能是露脸加上半身 后面直接就全身甚至是特写 如果不愿意拍 那她会将之前拍的视频 连同手机里的视频一起发给家人 因此女孩们便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直至最后被完全控制住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嘎嘎经营一段时间后 她就将该群转给了一个叫watchman的男子 相比于之前的嘎嘎 这个watchman就要更变态了 在她接受N号房后 她对房间进行了升级 首先是分享视频的内容 由之前普通的违规视频 变成了现在的虐待与凌辱 并外 她还新建了六个房间 其中四个房间为高级房间 一个是亲友房 一个为试看房 所谓高级房就是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劲爆的画面 当然进入这里是需要很高条件的 首先就要必须是从之前八个房间里来的 并且还需要缴难一定的费用 当有会员满足条件进入高级房后 并不是就留下来了 watchman要求这些会员们要满足两个条件 否则直接被提出 第一 她要求每个会员 发布一些自己或者亲友的大尺度照片 第二 每天必须在群里活跃 当这些会员们进入房间后 他们很多人也犹豫 要不要把自己照片发出去 但看到群里那些大佬聊得非常起劲 并且watchman所分享出来的视频 一个比一个变态 所以大多数人最终妥结了 他们拍下女友 老婆甚至是母亲的照片 发送到亲友房里 以此满足留在群里的条件 而作为这些所谓的BIP客户 他们好不容易进到了这样的群里 这种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去告诉任何人甚至是报警的 这就导致之后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又过了一段时间 watchman也退出了负责人的工作 转而将所有直播间转给了一个叫博士的人 而这个博士 也是将这起案件推直高潮的变态恶魔 之前两任管理员 他们都是通过技术手段去获取女孩们的信息 可博士却是来得更直接 他竟去招聘网站上发布招聘模特信息 也为他知道 大多数女孩都有一个模特梦 并且能够投模特简历的女孩 大多都不会太差 当一些大学生找到他时 他会以高昂的薪资 诱导对方拍摄一些尺度稍大的照片 随后会沿着之前的套路 让女孩们一步一步沦为他的工具 刚开始 他会让女孩们拍下虐待的视频 随后还会让群里的榜一大哥提出条件 并让女孩按照条件进行动作 而这些观众们提的条件 更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甚至有人让女孩将蛆虫放进隐秘位置 更恐怖的是 当博士发现一些女孩长得特别好看时 他甚至会竟然让BIP客户线下去开房 而开房的视频则是被直接直播出来 此时 群里的老铁们会不停地唏嘘尖叫甚至是舞骂 他们没有一人站出来同情女孩们 反而开始起哄让女孩做各种动作 甚至可能是让她去吃马桶里的脏物 据不完全统计 在高峰时期受害女性至少有一千多名 可由于聊天软件的特殊性 很多受害者事后根本无法取证 此时你是否想问 这些女孩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人敢报警吗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在此期间 有两个女孩曾向当地警方报管 但韩国警方不负众望 他们告诉女孩们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将女孩打发完后 警方便不再理会 甚至没有立案 而他们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 也让受害的女孩失去了最后的退路 可这时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既然该房间如此安全 可最后又是怎么被发现了 这里不得不说两个女孩 她们名字叫火和丹 这俩女孩是新闻系的大学生 当时她们在做一期对女性受害案件的统计 无意见却发现了这个房间 当她们打开链接进入房间后 里面充斥着各种污秽的言论 并且那些视频里的女孩极为可怜 很多女孩们拿着刀 在自己身上刻下博士的字样 以此表示对博士的认可 当火和丹看到那些稚嫩的同胞 一边掉眼泪 一边将昆虫塞进身体时 她的内心崩溃了 两人一商量 认为这件事情绝对要曝光出去 但作为记者 韩国警方的办事效率 他们比谁都清楚 于是乎 他们便开始女扮男装 并开始在房间里面活跃起来 为的就是收集足够的证据 可由于聊天平台是极粉的 所以这给取证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他们只能截图拍照 就这样 两个女孩在房间里面卧底了半年 最终也只确认了74名受害女孩 可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女孩全是学生 其中未成年有16人 最小的仅仅只有11岁 当证据收集到足以定罪时 这俩记者便将所有资料交给了当地警方 当时警方一看证据都找好了 那就直接收网吧 于是他们通过虚拟货币平台 找到了四个博士的收款账号 随后顺藤摸挂 确认了博士就是25岁的赵主兵 可当警方对该人进行了解时 却发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赵主兵本不成成绩优异 并且极有爱心 他每周都会去福利院帮助老人孩子 当时候被问及他为何要去做义工事 他竟说小时候他得到过别人的帮助 所以长大后也想帮别人 这是一句无比可笑的措辞 随后警方确认了14名房间管理及运营人员 这其中就包括幕后黑手博士 他们当中有的是企业高管 有的是政府人员 接下来警方立即将这些人给带回局里 刚开始博士并不承认 可当警方在他家收到1.5亿的现金时 他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住了 所以他才交代了自己所有犯罪事实 可对于其他同伙 博士表示他并不知情 因为他们的联络都是在telegram 并且交易都是用的虚拟货币 所以这些管理员之间 他们互相并不认识 此时警方继续渗望 可这一晚 所有人震惊了 他们竟发现这些房间的人数竟达到了25万 且他们都是男性 要知道 韩国总人口也只有5100多万 抛开一半左右的女性 就只剩下2500万左右的男性 再把老人及小孩子去除掉 平均不到100人里 就有一个人是N号房间的会员 当组织者在对这些女孩进行施虐时 这些人不仅起哄嬉笑 甚至还提出过分的要求让女孩们去做 所以大家认为 他们也是帮凶 一时间 韩国人民人心惶惶 也为N号房间里的观众 很可能就在自己身边 与此同时 近500万女性联合向上级请愿 要求官方公布出这25万人的姓名 当时这起事件曾轰动了全国 就连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发布新闻会 并表示一定要对N号房全部会员进行调查 并且还要求建立特别调查组 把这起事件彻查到底 另外 对于受害者那些视频 政府出面一定要将其全部删除 对于受害女性们 可以为她们替换身份证号码及姓名 以确保将该次事件影响减到最小 然而即便是这样 大多数受害女孩选择了沉默 而对于公开那25万会员 实至今日韩国也并没有公开 这件事情大概率并不会公开 也为牵扯太大 这些人当中有政府官员 企业高管 甚至可能是娱乐圈明星 一旦名单公布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改启事件的大致内容就是这些 在这个信息满天飞的时代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私密文件是足够安全的 温号房类似事件全球都在发生 只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 这里提醒大家 一旦发现自己的信息遭到了泄露 或者遭到威胁 请迅速报警告诉家人 特别是一些青少年 如果你做出妥协 那可能会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